SCP-303 SCP-303 The Doorman 門後南 商務等級 Eucaly 特殊職務所需 由於SCP-303至今並未被發現在Site 邊界以外的地方活動 整個Site 目前被視為SCP-303的職務區域 所有Site的房間都被盡可能修改 使其有2個3個10公尺以上 或彼此位於事件外的入口 所有人員被平均的分布於設施中 配備可用的無線電或對講機 以便快速解決遭於SCP-303所引起的事故 所有募集SCP-303的員工 將立刻接受心理評估 所有在10年6月4日前保存於Site SCP項目將被一次一個的轉移去Site 至B 當確認SCP-303未從Site 與它一起遷移 各個SCP項目會被再次轉移至Site 至A 一旦SCP-303轉移至Site 至B 或者人在Site 而且所有上述SCP-303都已轉移至Site 至A時 收容措施將適當更新 描述 目擊者描述SCP-303是一個裸體 無性別 瘦弱 紅色皮膚的人型物體 不同於普通的臉部構造 它的頭部被一張極大的嘴佔據 具有過大的人類牙齒 它持續喘息 聲音大到可以從最艱苦的門的另一邊傳來 所有遭遇到Site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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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P 303 不允许它自己和任何观测者有直接视觉接触 因为允许过任何观测者目击它形体的10%以上 当门或者其他入口屏障是部分或完全透明时 ICP 303 会现行10%或更少 或者会在门上产生雾 在透明表面结霜以达到相同效果 如果从一个没有固体物体或门阻断视线的方向接近ICP 303 它会在被视线直接接触前消失 所有电子或复杂机械设备在遭遇ICP 303 时会暂时不能使用 ICP 303 没有被记录到任何物理或口头接触观测者的尝试 至今仍然未知ICP 303 是如何到达Site ICP 303 首次出现记录时间是10年3月1号 目前怀疑ICP 303 是在不经意间被运入 或者是站点内另一 SCP 的表现 Soulside 的 SCP 正在依次重新检测 事故记录 303 事故 303 之一 当意识到 SCP 303 出现在预连另一边时 特工 正在他宿舍的浴室内进行淋浴 当时他在非常大声的喘息 出于惊恐 他偶然碰到了预连 使得他往外晃动 部分预连包住了 SCP 303 证明他在离预连不到0.5公尺处 面对淋浴间直立站着 特工 包括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内 他在浴室内安静地啜泣 避免打扰到 SCP 303 特工 报告喘息声非常突然地停止 此时他才能离开领域间 事故 303 之三 特工 在Site 二楼休息室内 遭遇了 SCP 303 当他正准备拿取柜子内的咖啡奶精时 他听到柜内传来大声的喘息 这给他带来压倒性的恐惧 特工 后来报告 报告说 SCP 303 当时在柜内 以太耳的姿势蜷缩着 尽管没有成功打开柜门 特工 声称他确定以上的资讯 后来检测柜子时 发现一罐咖啡奶精粉不见了 备注 这是首次 SCP 303 从现场移作物品的记录 事故 303 之六 博士被发现在二楼的一个储藏室脱水而死 估计在被发现时 博士已经在储藏室度过了五天 一个小型的四乘四公尺的减压舱 把储藏室和邻近的走廊隔离开来 SCP 303 证据的减压舱 把 博士隔离在储藏室 阻止了任何进入储藏室的入境 使得 博士无法离开 测试记录 303J 一支由 博士 研究员 四个保安人员和四个地检员组成的队伍 被指派到任何报告目击到 SCP 303 的出现之处 以便立刻进行现场测试 职业记录发生在由一楼走廊往市的门 ASCP 303 被报告在 市 测试 303-1 一名男性地检员 D303-1 被命令去开门 并被恐吓如不服从 则会被派去看守 SCP 他拒绝了 表现出了极度的恐惧 测试 303-2 一名男性地检员 D303-1 被命令去开门并被恐吓 若不服从则会被立刻处决 他拒绝了 宣称如果她开门 SCP 303 会 他被当场处决 测试 303-3 一名女性地检员 D303-2 默读了D303-1的处决过程 被命令去开门并被恐吓 若不服从即当场处决 他拒绝了 宣称如果她开门了 ISCP 303 会 研究员 被此声明动摇了 D303-2并未被处决 测试 303-4 一名女性地检员 D303-2 被命令去开门 一名男性地检员 D303-3 被保安人员给予把战斗匕首 并被命令 直到D303-2开门为局 经过两小时的 D303-2死于失血过多 D303-2没有任何开门的尝试 附录 10年5月1号 ISCP 303似乎已经将二楼的组藏室 具为己有 自10年4月5号开始 他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该房间 他周期性地离开 以获取基因会的物品 并移动至二楼组藏室 迄今为止 下类非机密物品已被SCP 303 拿走 一个 一温保存管 三套基金会标准手术装备 两具地检人员的研究用尸体 一部汽油发电机 各种化学物质 包括大量4氨酸 本饼氨酸 乳氨酸 以及其他 一罐咖啡奶精 除此之外 部分机密资料已经被SCP 303取得 研究人员正在尝试弄清楚 SCP 303 会用收集来的物品 达成什么特殊目的 以上就是SCP 303 简单地说 SCP 303 是一个具有极大的嘴巴与压尺的人性物体 它会随机出现在门的对侧 所有尝试打开门的人都会因为强烈恐惧而失败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 SCP 303 的图片有点可爱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